疫苗接種需要通過層層關卡 民眾第一次來打疫苗 難免有些困惑 台北車站從5號開始設立接種站 中央號召民間組織幫忙 此際志工接獲消息立刻動員 上人說都做都定 所以我要善用每一天 在我的職業領域裡面 都包揮自己的良美 由七個地區的志工輪番上陣 每天都有50位參與 高齡80歲的徐淑華 把握機會前來服務 我們在社區有通知 這個每天好像有都在 大家來換人這樣子 今天我們中山區嘛 那我們就來了 你填寫資料單啊 然後台注射啊 對啊 覺得還不錯啦 雌雅在掛喝啊 雌雅在掛喝酒 此際志工成淑媚 先前就有其他社區 疫苗接種站的經驗 即便一天要待七小時 仍毫不猶豫接下任務 主要是動線的引導 讓整個動線都非常的順暢 那我們志工就是說 哪裡有需要我們就來補位 民眾在排隊過程中 可能會覺得累啊 或是比較煩躁不安 那志工可以給他們適度的安撫 讓他們心情獲得平穩 那在整個排隊的秩序上 跟我們動線上都會有 比較好的一個流程這樣 志工成為強而有力的後盾 默默關心醫護人員和民眾 用微小的力量 繼續守護大家的健康 大愛新聞李明華 台北報導 確實面對